好 接著來看到 由著西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整個暑假都在說母語 動靜母語體驗活動 邀請了在地的著西鄉內的小學國中的學生來參加 透過暑假時間讓孩子們來到這裡 跟大家學習足語來主動的說布農語 小朋友與老師的一問一答 老師是用足語 學生雖然聽得很吃力 但是還是能夠開口說布農語 這是由著西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整個暑假都在說母語 動靜母語的體驗活動 我希望我們利用在這個時候暑假的時間 希望我們的小孩子都能夠學到 知道我們無論的那個服裝 無論的那個服裝 還有就是剛好也可以順便寫我們就是用無論的那個單字 讓他們在兩天的時間在這邊學習後 對無論的語言或者是對我們無論的那個服裝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場為期兩天的活動邀請了在地的桌西鄉內小學國中來參加 透過暑假期間讓孩子們來到這裡跟大家學習足語 來主動說布農語 就是認識那個服裝的那邊 就是會讓我學習到很多 Hulu還有那個百步舍 哪忘記他怎麼講 兩天的活動主要是由老師 來用族語介紹布農族的傳統服飾 從祭典該怎麼穿 還是飾品以及生活用語等等 讓學生們把族語放在生活當中 平時就能說出口 讓布農族的語言 能夠繼續傳承發揚廣大 記者高雙雙卓西鄉採訪報導